第二试题,关于甲乙丙三者的叙述何者正确,甲,油脂是属于有机化物中的脂类,这个是对的,油脂脂肪是三酸甘油脂,所以它是一种脂类,甲的叙述正确,乙,脂肪酸钠,俗称肥皂,密度小于饱和食盐水,这个叙述是对的,我们做肥皂的第二步研锡,通入饱和食盐水,分离我们的肥皂脂肪酸钠和甘油, 肥皂会浮在饱和食盐水上面,所以表示我们肥皂的密度小于我们的饱和食盐水,你的叙述是对的,并,在实验步骤中加入饱和食盐水的目的,是要分离脂肪酸钠和甘油,脂肪酸钠会溶于饱和食盐水,而甘油不溶,这个叙述是错的,我们的盐锡通入饱和食盐水的确是要分离脂肪酸钠,也就是肥皂和甘油, 但是脂肪酸钠或者是肥皂会不容易饱和食盐水而浮在饱和食盐水上面,而甘油会溶,我的叙述的说法正好相反,那么说法丙是错的,因此第二次提问我们说, 关于贾乙饼三者的叙述何者正确,我们答案选的是朱贾乙